红色轮盘读 作者 沈栋 播讲 夏秋年 第十一章 一 试管婴儿 段伟红和我还没有孩子 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争取 在2005年秋季 我们在四季酒店举行婚礼之后 段伟红的父母开始催我们生个外孙或外孙女 他们特别想要一个外孙 由于他们来自山东 因此他们比我父母和我更传统 我们不是很关心性别 但是段伟红的父母则坚持要一个男孩 段伟红和我都快40岁了 所以怀孕是个挑战 2007年 我们开始研究体外受精 在北京 我们找到了一家被誉为在试管婴儿方面居于全国领先的军队医院 段伟红去那里治了几个疗程 但我的精子无法使他的卵子受精 和很多中国人一样 我们很快就对国内的医疗体系失去了信心 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我们从香港开始 通过段伟红的银行家 我们认识了香港最好的试管婴儿医生 他有一个为期两年的等候名单 段伟红付钱插了队 我们在那个医生那里治疗了一年 但没有结果 然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纽约 我们在一条破旧的小路上行进 中国要到2013年才会放宽独生子女政策 所以有钱的夫妻经常冒险在海外生第二个孩子 根据性别进行选择性堕胎 这在中国是非法的 或者在另一个国家生孩子 以便使新生儿可以获得外国护照 在纽约 我们找到了一位顶尖的生殖内分泌学家 他也有一个等候名单 这次 我们没有给这位医生行贿 而是使用了我们的关系 温总理的一名前工作人员联系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最高外交官 后者联系了这个医生的办公室 并为我们办妥了预约 快到2007年底时 我们去了纽约 在医生办公室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 他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看了世界精英预定的床位 一张给一位媒体大亨妻子的床 一张给一位皇室公主的床 段伟红从太红公司休假 让我们有个孩子的梦想成真 起初他住在纽约的一家旅馆 然后我们租了一个地方 最后我们在医院附近买了一套公寓 段伟红知道他不能从纽约通勤到北京 所以他只能一直待在纽约 他带着母亲和继父过来帮忙 每天早上段伟红都会去验血 并根据他的激素水平接受注射 段伟红把一位成功的中国女商人的心态带到了在纽约怀孕的项目中 他认为除非他和医生有特殊关系 否则他不相信自己会得到很好的医疗 所以他和医生的全家人结交 医生的儿子是一位有抱负的艺术家 我们在纽约参观了他的作品展览 段伟红竭力说服对方 接受了一幅昂贵的绘画作为他的礼物 我们带他们全家出去吃过很多次饭 这就是段伟红的运作方式 他知道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他为了在中国保证有良好的医疗服务而采用的做法 他认为纽约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医生做出了礼貌的反应 显然许多病人对他心怀感激 毕竟他是在给予生命的礼物 但他非常专业 从不让病人的慷慨影响他的服务质量 段伟红在纽约逗留期间 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持续始终 我怀疑这位医生的家里有任何人曾经见过段伟红这种人 有时段伟红拉关系的手腕让我很尴尬 然而大多数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有点别扭 在西方 他做事的方式似乎不合时宜 我们已经为生孩子的机会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他不需要做这些额外的事情 但是也应该理解他的做法 段伟红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环境的产物 没有这些关系 什么都做不了 尤其是在医学的重要领域 在中国 如果一位医生不收你塞满现金的红包 你马上就会感到担心的 段伟红别角的英语让他更难表达自己和理解西方人的形式方式 他往往先试着说几句英语 其余的就靠我来翻译了 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逐字逐句的翻译 而是修改他的意思 使之更符合西方文化 仅仅两个疗程后 我们成功的使四个卵子受精 而不是一个 我们在他的子宫里移植了三个受精卵 并冷冻保存了第四个 只有一个受精卵最终成活 我们知道他是个男孩 段伟红努力控制这一进程 他设定了分娩日期 以确保我们的儿子出生在金牛座 根据中国传统的12生肖 他将出生在牛年 但段伟红想放大儿子的公牛癖好 我第一次见到儿子 是在2009年4月21日 在纽约一家医院的产房 我看过新生儿的照片 以为会是像老人一样满脸皱纹 像鸡蛋一样无毛的东西 接着 这个男婴在剖腹产手术中顺利出生 而且他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 脸上也不像李子干 第二 中国人非常重视小名 我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新降生的儿子起个小名 即使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分钟 我也被他英俊的相貌所打动 就给他取名俊俊 这个小名一直叫到现在 在为俊俊选择正式的中英文名字时 我和段伟红都选择了能反映我们对他的梦想的名字 我选择了阿里斯顿作为他的英文名字 阿里斯顿来自希腊语亚历士多 意思是卓越 段伟红选择了剑坤作为他的中文名字 这两个字取自我们最喜欢的中国诗歌之一 剑和坤强调了继续努力达到重于泰山的必要性 我们的一些朋友觉得这些名字对我们儿子来说太沉重了 但是段伟红和我都不属于那些迷信的中国人 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叫臭臭或狗蛋 以避免嫉妒鬼神的愤怒 我们认为阿里斯顿可以扛得起这些沉重的名字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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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